他要穿到這一盒的地方 欸 差一點對不對 對 然後你要記住那個位置 然後再稍微移動一下 哈囉大家好 我是BOBO 那我們今天來這邊補貨呢 看到了一台 插洞台 如果有看過我們日本的影片的話 會發現我很會插洞 我們就是在這裡發現有插洞的 想說我來試試看 有沒有跟日本一樣厲害 差很準 哇 怎麼會插啊 是男人就要會插洞 可是因為比較不一樣的是 日本的那種爪子是固定的 它不會晃眼晃去 可是因為台灣的爪子 它可能會晃動 或者是轉爪的部分 所以我們還是要試試看 這一台還蠻特別的 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這樣的有沒有 然後爪子它是比較偏直撞 比較小一點的 然後你要去對準它 所以就是也要看運氣 所以這種爪子還蠻好奇的 等一下就來玩玩看 那我們今天目標是什麼 插洞啊 我們今天目標就是不要保駕就好 因為畢竟剛開始摸台性還摸不太出來 那我們只要不要保駕就可以了 好啊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GO 我先來試試看 因為我完全沒有玩過 我先來擦這個看看 老婆先當實驗瓶 看我可不可以 欸 寶寶啊 你幹嘛呢 你這個十塊錢 浪費的挺不錯的喔 啊我知道了 描述到了啦 我就先直上直下 我覺得這種台子 就跟日本一樣 直上直下就好了 它是不是會往右轉 45度 欸差一點到那個欸 所以你要抽哪一盒 我是要抽這盒 只有它差一點抽到那盒 感覺快抓到了對不對 差一點 我覺得差很多欸 真的嗎 我對它後面那個一拳超人的那個包包 我還蠻有興趣的 對啊一拳超人這個包包很酷欸 你有在看一拳超人嗎 沒有 那我跟你講 它一拳超人的卡通好不好 它只要打你一拳 然後你的整個身體全部都不見了 就這樣 對 就這樣 這樣你就了解一拳超人了 它會抽到背筋的部分 欸 差一點對不對 對 然後你要記住那個位置 然後再稍微移動一下 差那麼多 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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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學會看這個 杏圈 那我要怎麼看它什麼時候 它會偏 右轉 然後你要小心不要去撞到 差那麼多欸 你有失去信心了嗎 還好啊 這很好玩 你覺得很好玩啊 你看 OMG 是不是 一次就出來了欸 而且他勾到啊 他勾住他會讓你 這樣整個帶出來 他比那個日本的還要活欸 你要慢慢的一直勾 夾不到200吧 你夾不到200欸 太強了 換另外一個 他不是做電源嗎 還黑黑黑咧 哇 真正欸 運氣很好玩 這個聽到我玩欸 我不知道你一發就入魂了欸 我想說要慢慢這樣勾一下勾一下 就其實我也有嚇到 你也有嚇到對不對 我不知道會整個帶出來欸 好換我囉 身為男人一定要會差 我差一點 下去了 你要慢慢移動 他比較沒有那個私力一點 他會突然轉過去 就可以剛好插上 然後他會有點往後 哎呀 好讓他自己下去 哎呀 哎呀 差一點 這就可以訓練轉爪 看轉爪對不對 太可惜了 差一點點 我先讓爪子轉一下喔 好這個位子 哎呀 轉太多了 看到沒有 哇 而且他這起來都勾到欸 看到沒有 果然男生還是要訓練如何 你才花一點點欸 賺不到一百塊啊 真的啦 我賺不到一百塊啊 居然比我傻 這台子好玩啊 好不好 要學習如何插這個洞 然後我們就 那你把人家打完了 對阿 打完了 沒了 今天真的很開心 朋友可以夾這兩盒 那我記得他樓下是不是還有 他有看到對不對 等一下可以下去 再蹭一下這個台子 這台子太好玩了 等一下去樓下玩一下好不好 好啊 繼續挑戰 那這一台呢 是在樓下的 他有點不太一樣的 是爪子比較小一點 可是他的洞 感覺也差不出 我們就來試試看 好啊 哇 這台比較快 這台他的爪數 超快的 他有轉爪嗎 我們有試試看 欸有 啊 你幹嘛按二收 插住了 你插中了 你幹嘛按二收 啊 我知道我玩這種機台 你不要二收 對 20塊就中了 他這個是一直幹到我拍攝 他這個是一直幹到我拍攝 我們把它擦掉 然後讓他變成很兇 這應該把人家粗擦掉 對啊 這樣比較拍得到 可是你要把人家寫回去 我幫他編嗎 意思就是說 他的爪子很兇 等一下 我再幫你寫回去哈 很棒啊 啊沒有二收 你剛不是說掉二收 中了還是要二收一下啦 再往前啊 我跟你講一個訣竅 你就往前這樣拍兩下 就差一點 然後我剛就拍攝攝攝 然後在現在拍四下 你以為你在紅小孩啊 這個 就是要對準那個感覺啊 有 喔有沒有 欸差一點 欸 他差進去了欸 欸有喔 欸 快了 欸 欸 你幹嘛 你跟我一樣 你都不要二收 快一點 嘿嘿 哇你把他推進去 哇 整個把他推進去欸 一發入魂 哪臭 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不知道你那麼厲害欸老婆 我 你剛又在那邊撿了 我知道了 你下去的時候對不對 然後用 那個爪子 去撞他然後把他勾起來 然後他有時候會這樣撞 他就會掉下來 喔 夾前面對 喔 他 他就用去 看他 快一點 那邊撞 多邊撞 快一點 差一點 差一點 也要走 差一點 現在看著 覺得 這也是要有一點實力的對準 然後再來就是 爪位會轉的話 你一定要先抓好那個爪位 我覺得有一點運氣成分 如果你運氣得很好的話 4塊就出了 我們剛的運氣都不見了 我要對準啦 沒辦法 不然側面都抓不住 有了 終於 哇 原來為了拍攝 我們一直在斜的 我們一直對不準 你知道嗎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每次拍娃娃機 我都講不到了 難怪我跟人家BK講娃娃會輸 無線充電器 很棒 我們這次挑戰這個新奇的牌子 挺好玩的 那今天這樣挑戰下來呢 捕獲了三盒 太開心了 有沒有 擦洞擦了三盒 沒錯 那我們決定就是把這一盒抽出去 然後抽獎辦法的話 就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主頻道跟副頻道兩個 然後在影片底下留言分享 所有機會抽中 那你覺得這一次玩下來 你覺得這種機台 玩起來如何 很好玩 我覺得蠻新鮮的啦 就是要很有很有耐心 可是我覺得我運氣還蠻好的 運氣嗎 真的嗎 就是還蠻會差的 是嗎 對 好啦各位 那 就像剛剛某某說的 就可以抽哪一盒充電器啦 如果各位想要看我們 拍什麼樣類型的夾娃娃機影片 歡迎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底下留言 對 尤其是那種非常特別的機台 如果說你們有發現一些 新奇古怪的機台的話 我們就可以都來挑戰看看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按讚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 看到了秒數到了啦 你看你又來了 為什麼 按一下秒數好不好 再按下 為什麼為什麼會自動收拾 他五秒而已 真的會自動收拾啊 有沒有的